美国国会发生暴乱之后 分裂对立又不安的社会氛围 让美国处在自史上最大规模内战 南北战争结束150多年之后最撕裂的局面 在当前的局势之下 前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他就预言了 这恐怕会让美国爆发内战进而解体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这位前英国外交大臣的话形容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蓄意践踏神圣民主制度的仇恨者 他相信攻击美国国会之后暴徒不会让危机结束 反而会把美国推向巴尔干化 什么是巴尔干化呢 巴尔干化是一个用来形容地缘政治上最有贬义的政治术语 它是指当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关系紧张 甚至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 从原本的大国或者是地区分裂成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 那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一直都有火药库之称 那么长久以来巴尔干半岛充满着冲突和战争 尤其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接着爆发内战 最后分裂成几个独立国家 塞尔维亚克洛地亚都试图要控制波黑地区 大部分主权进而发生激烈战争 那么在这个历史脉络之下 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 他就用巴尔干话来预言 当今美国社会已经被分解成多个种族和群体 虽然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 但是彼此之间存有敌意和矛盾 进而埋下了分裂的火苗 他还形容这股紧张的局势 还涉及文化自我认知 含义世界 甚至还指控攻击国会的矛盾 是受到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新闻媒体的煽动 这对美国是有严重的风险 因为有很多美国人都拥有大量武器 要是持续的对立和矛盾 恐怕内战就会一触即发了 这就是英国前外交大臣 对美国当前局势的看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